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情 12月15日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强度继续加大 除海水灌地道 炮击无人机打击 空袭装甲突击地面搜索 还对哈马斯领导人发出了悬赏 以色列时报 援引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 以军表示 用海水淹没哈马斯地道的实验证明成功有效 还将使用包括空袭 液体炸药 以及派遣狗 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入地道作战 在以军打击下 不少哈马斯走投无路 指挥系统中断 纷纷选择投降 以色列国防军呈大约70名哈马斯 在加沙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向以色列国防军投降 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还公布哈马斯 死在加沙北部的地道中的视频和图像 至于是被淹死还是被打死的已经不重要了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齐 哈勒维中将在加沙市西贾亚附近探望哥拉尼旅的部队时强调 应该加大对哈马斯打击的强度 普通哈马斯不好过 哈马斯高层也不好过 在卡塔尔奢华生活这么久的哈马斯领导人 开始重新寻找落脚点了 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有一半已经被杀死 躲在卡塔尔和黎巴嫩的哈马斯高层 已经离开前往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毕竟以色列多次强调要杀死哈马斯领导人 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领导人 西瓦尔的悬赏已经增加到了40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美国首次表态 西瓦尔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12月14日 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 再向记者介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议时表示 可以肯定的说 哈马斯领导人 叶海亚·西瓦尔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补充道 我还认为可以肯定的说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正义都会得到伸张 他指出西瓦尔手上沾满了美国的鲜血 这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 以这种方式谈论西瓦尔 既然以色列和美国都专门针对西瓦尔强硬表态 那只能祝西瓦尔好运了 除了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到处躲藏 哈马斯的经济链也被斩断 多国停止对近东救济处的捐助 还有国家准备将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 切断其一切筹款渠道 丹麦 荷兰 德国等国家 纷纷加强对犹太人和涉事的保护 逮捕涉嫌袭击犹太和以色列目标的伊斯·哈马斯 面对以色列和多国对哈马斯的重击 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祖克 发表一份声明表示 哈马斯愿意承认以色列穆萨·阿布·马祖克 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哈马斯希望成为袈裟的一部分 以色列人应该享有权利 但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几个小时后 穆萨·阿布·马祖克又表示 将继续战斗下去 哈马斯的这种反复表态让人怀疑 难道不是因为遭到打击才这样呢 以色列一旦和谈 以哈马斯的所作所为 一旦缓过来 哈马斯恐怕又要袭击以色列 哈马斯内部显然已经分裂了 是继续打还是和谈都确定不了 不过以色列压根不会给哈马斯任何的机会 12月14日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伦特 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 因为争夺激烈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 白宫表示 美国希望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尽快结束 此时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敦促以色列放弃高强度的战斗 转向精确行动 尽量保障平民的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明确的表示 以色列将继续战争 直到完成所有的目标 哈马斯似乎真的大势已去了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珍珠党和胡赛武装的挑衅 以色列坚决回应并予以打击 珍珠党不断的遭到乙军空袭和炮击 而胡赛武装截持红海船只 也越来越不好使了 以色列将导弹舰派往红海 美国将宣布特别多国特检部队 将开始在红海开展行动 以阻止胡赛武装发动进一步的袭击 以色列也对汉马斯强硬打击 还对珍珠党和胡赛武装展开反击 酝酿更大的行动 汉马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太大意和自负了 一切都晚了 在以军高强度的打击下 汉马斯极尽崩溃 现在只剩下灵性的抵抗和偷袭 昨天流出一段视频 是汉马斯自己拍摄发布的 视频中的汉马斯分子埋伏在 汉尤尼斯的一所学校 偷袭以色列军队 临死也改不了坏毛病 自己证明自己利用学校做掩护 搞军事活动 或许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国际法不允许把学校医院 居民区当作发动战争的据点 或用作庇护武装人员 或许他们眼里是没有国际法的 这一点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可能也是选择性失明 连声谴责都没有啊 难怪以色列说 联合国偏袒哈马斯 乙方十二表示 乙军在加沙的一次行动中 又找到两位10月7日遭哈马斯 劫持的人质遗体 目前仍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 有135人 其中有19人已确认死亡 刚被乙军找到的两名人质遗体 已被运回以色列 其中一人是士兵达多 另一人是10月7日 在超新星音乐节上 被哈马斯掳走的女子泽查雅 乙军发言人说 哈马斯现在将人质 劫持在加沙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的地下室内 将他们作为盾牌 阻挡乙军的行动 不过乙军不会止步不前 正想办法解救 面对来自联合国及其他国家要求停火的压力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3日表示 他相信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开展军事行动 将会迫使哈马斯同意达成新一项释放人质的协议 不过加兰特又告诉媒体 我们正以强大的力量打击加沙的哈马斯 无论是在北部还是在南部 没有人替我们决定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 乙军的行动并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以色列是好样的 乙军昨天宣布 过去一天 乙军又找到并摧毁了250多个哈马斯目标 在乙军想加沙哈马斯地道灌水后 大批的哈马斯分子纷纷爬出地道投降 加兰特评估后认为 哈马斯已接近崩溃 近日成批的哈马斯不断的投降 原因是除了以色列的玩命的打击 还有一个因素是 哈马斯的指挥系统已基本瘫痪了 基层哈马斯成员 已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只能选择投降 媒体消息说 自从恢复战斗后 哈马斯二号人物 加沙头领 辛瓦尔就消失了 乙军第98师包围了辛瓦尔 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住宅 但还没有抓到他 现在普遍怀疑他已不在加沙 此前爆出 哈马斯拍假视频的网红明星 已经轻松逃到了卡塔尔 要说辛瓦尔想去也很容易 据说乙方已悬赏30万美元 征集辛瓦尔线索 这也可能是辛瓦尔不公开露面 不发讲话 不发视频彻底消失的原因之一 估计他也怕被自己人举报了 昨天还传出消息 除了辛瓦尔消失 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也消失了 一枚耶路撒冷邮报和摩萨德的情报显示 躲在卡塔尔的哈马斯大头领 哈密亚等人 已经离开卡塔尔 目的地未知 据说卡塔尔方面也怕以色列报复 不愿意再收留他们 以通知哈马斯高级成员离开该国 外界猜测哈马斯高层有可能投奔伊朗去了 而且还可能包括珍珠党武装的头头 因为已有消息 之前躲在蒂巴嫩贝鲁特的卡桑旅创始人 萨利赫阿鲁里也带着保镖消失了 他们能逃得过以色列的全球追杀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公开表示 无论哈马斯领导人在哪里都会一直追捕 将其清楚 目前哈马斯不仅军事上遭受打击 而且为其输血的经济链条也开始断裂 12月13日 法国在巴黎主办了一场 打击哈马斯活动的国际会议 有20多个国家参加 会议讨论了围堵哈马斯的行动措施 其中包括瞄准哈马斯的资金链 以及防止哈马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假消息 以色列外交部战略负责人阿里莎·本·鲁 出席了这次会议 显然针对哈马斯的围堵已经在全球展开了 哈德尔这时候抛弃了哈马斯高层 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继续庇护哈马斯 难免会给自身带来麻烦 何况之前已多次传出他是哈马斯的幕后金主 同时全球多国正帮助以色列 对哈马斯实施经济围剿 比如德国已经冻结了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赠款项 瑞士业会下院投票决定 取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2100万美元的捐赠 还准备将哈马斯立为恐怖组织 对其实施一系列制裁 法国此前已经决定冻结哈马斯领导人 辛瓦尔存在法国的财产 在意大利 曾声援哈马斯的协会 已经无法通过任何的信用卡平台 或在线支付系统为哈马斯筹款 12月13日 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土耳其和其他地方与哈马斯有联系的八名个人实施制裁 这是针对哈马斯的第四轮制裁 英国同时也宣布 对六名为哈马斯筹款的个人实施制裁 哈马斯高层 从卡塔尔抽逃 西瓦尔消失 哈马斯成员成群结队投降 可能都与这些错事的实施有关 没有钱仗就没法打 兵也没法带 这是个规律 再牛的人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没有钱 头领们消失 哈马斯已成无头苍蝇 距离全面覆灭的结果越来越近了